北韓今天炸毀连接两韩的金益县东海县铁路部分区间 南韩政府严正谴责下午也派遣了军队在军事分界线引南设计 以示自卫权并广播警告北韩立即停止这类行动 北韩军方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左右炸毁金益县东海县铁路部分区间 南韩军方表示爆破地点距两韩军事分界线仅10公尺 且未事前通知明显违反了停战协定因此采取了射击行动阴影 南韩军方下午出动了K6重机枪及K4的高速榴弹发射器 在距离MDL以南100公尺处的京益县及东海县周边各发射数十发子弹 北韩军方9日透过官媒宣布即日起将完全切断两韩之间的陆路交通 以稳固防卫态势 连接两韩的陆路主要包括铁路京益县东海县 箭头高地公路及共同警备区域联通道路等 声明指出北韩四年前就以南韩脱北者团体散步的反北韩传单为由 擅自炸毁在两韩协议下设置运营超过一年的两韩联络办公室 这次又做出类似行为 这种开倒车的行为反复发生实在令人感慨 开 开